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收盘时道指下跌56.21 报26430.57 标普500指数下跌4.09 报2880.34 纳指小涨了2.07 报7738.02 科技股呢 一反以前的这个低迷的状态 今天是涨幅并且是领先的 看到Facebook Amazon都超过上涨1% Netflix上涨2.7% Apple上涨1.2% 我们请Warren开宗民意先给我们做一个opening remark 最近就是因为利率啊不断的走新高 利率涨的原因是因为这个美国的就业数据非常好 或者引发了大家对于这个未来利息要稀口要向上的一个一个重大的担心 那么香港股市中国股市都跌了不少 特别是香港股市是17年以来的好像一个新的低点 所以大家都很恐慌 但是股市连续两天呢 这个都是反复的在跌了1.20年以后呢 出现了反弹 说明大家对美国的经济还是抱有非常大的一个信心 都把这次下跌了作为一个买入的机会 很多人都在问我对美股的一个未来的预测 我个人觉得就是说大家心里呢要有做一个准备 可能是会有一个10%到20%的调整 这都是可能的 但是从纳斯达克的整个的一个短期的一个一个一个走势来看 昨天呢是触及反弹跌到7654点 然后呢今天也是走出一个十字星 从总体来看的话 我们还是在一个上升趋势当中 而且走势非常明显 最终应该会到8230点 那么下一个支撑可能在7485 但是短期呢还是要小心 因为从这个技术分析的角度啊 这个纳斯达克已经跌破了50天均线 所以可能还是会晃下 我个人觉得呢 而且这个我用的一个基础指标 很多人都不用叫DMI指标 这个DMI指标来看非常非常的危险 也就是说我们可能卖压加速 如果跌破7485这个200天均线 也是它的趋势线的支撑的这个话 那么它的下跌的幅度会很狠 而且我们从这个ADS刚刚下串这个DMI证的话 意识着一波巨大的下跌可能即将来临 当然我个人是一个长期的投资者 我并不在乎说短期股市怎么走 我认为就是就是我周小姐 我其实跟你讲过 以前啊就是一直不看好中国的股票 我觉得大家别买面嘛 很多人问来问去 无非就是问阿里巴巴呀 京东呀 对吧 你看阿里巴巴的话 多的多跌的多 从211块跌到146 所以我们这个公司的这个台湾小姐 她喜欢买阿里巴巴 哎呀我真的是语无语了 同样我们买NVIDIA 她还是稳稳的站在265 所以我个人对短线我不想评论 但是我觉得中长线我还是很看好美国的股市 但是呢短期呢 我不排除从一个技术分析的角度呢 那个纳斯达克可能有一个极跌的风险还是存在 我觉得极跌的风险呢 今天已经这个从基本面来看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调低了全球的发展的预测 从美国的话从2.7%下调到2.5% 中国的话已经下调到6.2% 所以总体来看哈 我觉得就是不排除有还有进一步下跌的风险 因为今天两天这个大谈啊上下的狂震了 但是呢overall两根K线代表着一个无观望的一种态度 所以我不能说这个触底了 我只能说OK短期只跌了 但是从下面一根这个趋势性指标来讲 这个要有一种继续暴跌的一种心理准备 好 如果说是sell in May and go away 或者是您不是属于这个族群 但是一直嫌股市涨得太高 要准备在11月左右刺激而进场 而要选高科技股里面比较好的又下跌比较多的吗 不是 我不是一个 我基本上呢是属于 我有一本书叫《财富不是梦》 我跟大家讲嘛 我说在美国呢你要抓住一些长期趋势的一个机会 然后呢我会教大家一几步 几个步骤 你现在说没有钱吧 因为大家可以看1962年 Walmart他改变了我们美国人的购物部的方式 因为这个Walmart在1962年上市的时候呢 当时在我的书中就谈到 如果你投资Walmart 就是只花了当时只有几分钱 那么现在已经涨到基本基本的97块钱 那这种投资的回报率就会非常非常高 所以呢我觉得呢就是说投资人应该考虑不要去每天去 看国际行情看掌握的一个机会啊 Walmart1975年的时候最低的时候啊 才只有7号7号 今天已经来到97 那么他当时呢就是改变了整个美国人的 shopping的方式给美国人打折 受到美国人民的巨大的欢迎 因为原来的传统概念当中没有打折一说 最后呢美国出现了Charles Schwab家姓理财 这种打佣金打折 所以打折的改变了这个整个美国零售方式 1997年亚马逊上市的时候 他也改变了这个大家的消费方式 那么下一个消费方式会在哪里 那么我在一亿财富不适当中呢也可以告诉大家 今天我就跟周小姐说 我说如果当时啊 我相信1997年和周小姐都有10万块钱 或者我们都有能力去去投资10万块钱 或者叫投资人投资10万块钱对不对 嗯 如果我们当时就投资了亚马逊的话 投资10万今天是两个亿 那周小姐两个亿的话 我们可以买喷漆石飞机 弯流对吧 刘强东开的那个飞机 据说还不是他的还是公司买的 那我们跟刘强东说 刘强东 你这个飞机也不是你买的 你知道吗 我们就是自己硬碰硬的赚了钱 第二我们还可以买个5000万的豪宅 我们还剩一个亿 所以这个投资美国的话 我个人觉得中港台的投资人 同时好像 我不知道周小姐有没有这种感受 就是中港台的投资人移民过来的都有一种 每天在很关注整个的全球行情 相对于美国的主流投资 他们都都不大特别关心 他们就投哪个公司 他们就觉得就是说我这个公司投下去就觉得就是哎 你这个公司靠不靠谱啊 有没有未来啊 想象空间大不大啊 我不知道周小姐这么多年来 从主流投资者的这个投资角度和中港台的投资者 到底是不是有我说的这种观察 如果我们按照一亿财富不是梦啊 这个方法来投资的话 我觉得大家可以分析投资 然后可以真的在美国股市中赚到钱 不要天天担心这个担心那 当然我给大家 我以前也是吵来吵去的吵的不亦乐乎 但是呢我50岁以后说这个身体跟不上 心脏跟不上 我就好好安心投资吧 是这样的 好那刚才讲到我们移民的投资的方式和主流的有什么不同 这个在美国投资呢 到底是我们华人进入到美国来 做了Permanent Residence啦 做了公民 但是我们还带着自己原出生 还有养大自己地方的一些投资 还有全面财务规划的知识 还有经验方面不足 并且自己也不能够完全接受的这种概念之下 因此就是自己在注意这个那个 花了很多的时间也花了很多的学费 那主流的人呢 也分两部分 一个是old economy old money 还有现在的新兴的这种人 他们也比较注重研究 不管这两种人用什么年纪 一来区分 主流的人比较相信专业 并且也尊重专业 也会把自己的事情理理清楚 该教专业做的呢 就找专业做 我觉得这个还有知识方面是最大的不同 那您觉得怎么样 我觉得美国的股票它是我们 我们华人无非就是中港台 东南亚 其他地区 美国的股市有200年的历史 所以他们是玩股票 玩的最久的 看得多 见得广 我们中港台其实都是从80年代开始进行投资 很多人这个大叔大妈或者这些炒股票的氛围是非常强的 美国真的炒股票本不是主流很多人就是愿意做投资 所以我觉得做投资的话 我们要把眼光看得更长一点 所以我有一本书送给大家 也是我自己写的对美国股市的深深的一种理解 叫一亿财富不是梦 那么很多投资朋友刚才讲到一亿财富不是梦 投资亚马逊 因为它的原因是在于说它改变了我们的购物的方式 那么我觉得未来的购物的方式可能是人工智能 那我也在这本书当中透露了一个 我非常喜欢的一支股票的代号 第二呢我会透露怎么样不花任何的成本去买股票 因为你买股票现在我们原来有经济行 现在呢就是有一些不收佣金的经济行 我们可以买第三呢 我们可以每一个星期花一点钱买一点股票买一点股票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好的 所以欢迎大家呢就是叫我微信 博人王2018获得这一本一亿财富不是梦的书 同时呢我认为另外一个今天有一个两重客里呢 就是大马这个行业啊 但我们可能在下半段说一下大马行业的投资机会 也会送给大家一个30支股票大马股票的这个名单 中英文 然后我们的热线电话是索取热线电话是800-958-8561 800-958-8561 OK两个方式可以得到这个双重的赠礼 打电话是致电800-958-8561 或者是加Warren Wayne2018都可以获取 一本书叫做一亿财富不是梦 另外一本书是30支大马股 值得大家推敲值得大家研究的 好了我们在上半场现在到了中场休息的时段 接着呢我们就要来探讨这个比较热门的行业 大马应该如何涉足其中 非常精彩听众朋友不要走开 马上就回来 狗年行大运美国上市公司中文投资网 股票代号CIIX旗下推出最新比特币和区块链最新网站 最新比特币和币圈行情 分析师研究新币介绍精彩信息 加入会员就送8块8毛8比特币 微信加入Warring Wang 2018 WARREN WANG 2018 王荣梅Rosemary Wang会计师事务所 专精公司成立架构 公司及个人所得税 薪资税 遗产赠旅税 规划及申报 50EC3免税组织及private foundation设立及报税 可签合401K退休金计划的审计报告 broker dealer及各类财务报表的审计报告 联络电话40899816889981688 王荣梅Rosemary Wang 全世界都在关注的超级优质天然保健品 汉浦生命科技公司优选 汉麻油 抗炎症 减压力 助睡眠 缓疼痛 强化记忆力 科罗拉多州有机农场生产制作 百分百纯天然有机汉麻油 现黄金款汉麻油买二送一 买五送三 一天一滴 健康有奇迹 美国汉浦生命科技公司隆重推出 快来拨打热线 888-789-1670 888-789-1670 台湾爱乐交响乐团2018美国巡回演出 有台湾之光之称的国际乐团明指挥 吕绍佳 将于11月5日在San Francisco的David Symphony Hall 为湾区华人献上来自台湾世界级的好声音 门票加巴士 价格优惠 Fremont Cupertino San Mattel 永和超市 New Peters乔教中心 四个上车地点 欢迎来电查询集订票 408-727-0570 727-0570 新益旅行社 华夏嘉景地产学院 华人民校 最新精准考题 并有实物训练 创下湾区最高录取率 以及最佳学生评语 我们还提供超低贷款利息 保证最低 同时卖屋优惠 保证一个月 卖掉您的房子 并免费Staging 扩大营业成真地产 贷款经济 分成优惠 报名热线 408-621-9920 621-9920 或上网 www.goodvillerealti.com 同时我们有银行屋 短售屋 法拍屋 讲座 Transpacific 范亚财务保险公司 是全美华人最大的 受限于年金的 General Agency 北加州 现有Fremont 及San Jose Office外 第三家 也于San Mattel 正式开张 全美已有 11家分公司 带领超过40家 知名保险公司 并有1500名 保险经纪人 为客户挑选 最适合的 保险及年金产品 有专业培训 及back office support 欢迎保险经纪 加入我们的行列 Transpacific 受限于年金的专家 中文投资网 CEO Wurren Wang 推出散户第一金 视频教学 推荐股票 喊单 暴长期成为 亿万富翁的梦想 Long on time Andrew B 从通行 其中选举 连除加息 看未来一年的利率走势 太极大师 李光钊师傅 从简入凡 讲解上乘功法 太极装功之 进出动事 请于10月13 周六晚7点半 准时观赏 娱乐漫谈 老公啊 我出车祸了 怎么办呀 你没事吧 上次我哥哥出车祸以后 听他说 找重信律师事务所的翁锦山小姐 他们有20多年的经验 会为客户 联络医生 保险公司 最后啊 还向对方 保险公司 争取了一大笔的赔偿啊 好 那我马上就来找翁小姐帮忙吧 重信律师事务所 24小时为您提供车祸法律服务 请电翁小姐 415-269-1803 415-269-1803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 翁锐你好 周小姐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们谈到了股市 知道了美国股市 现在以及2018年11月12月 大概会怎么走 高科技股是否要 格外的提心吊胆 自己要非常的小心 接着呢又讲到 有artificial intelligence的 比较值得大家研究 以及关注的股票 也提到了很夯的大马股 我们现在就请Warri来介绍 大马股 以及我们应该改变自己 对大马股票的这种想法 以及的投资的方向 大马股呢 我是两年前之前就研究的 可以说在华人的投资界当中 是非常非常早的 那么现在大马呢 让大家吓了一跳 因为2017年 2018年这个10月17号 也就是在未来 今天是9号嘛 超过一周之后呢 加拿大就会合法 现在呢 这个大马股呢 非常活跃 比如说TLY 它从20块钱 涨到300块钱 现在大概在150 160 CGC 我去年去多伦多的时候 它最低贴到过5块 现在大概50块 都是10 bagger 那么很多投资人说 为什么大马会非常那么疯狂 我告诉大家一个原因 因为在大马合法化之前 很多人都认为说 大马无非就是 让这些瘾君子可以去吃嘛 抽嘛 对吧 但是想不到呢 现在很多的大型的酒和饮料公司 包括星巴克在内 都对大马非常感兴趣 因为他们可以增加产品线 上周呢 这个Constellation代号是STV 它是持有大家非常熟悉的 Corona啤酒的一个 美国的跨国的龙头企业 酒类饮料 我跟大家说 这个美国长期投资 真的很赚很赚钱 大家不要以为说 就是一定要短线支付 其实1992年 Constellation上市的时候 不到1块2毛5 今天已经达到了226 说明这个家公司 经营的非常准确 非常赚钱 它的PE也是8.75 但是你看上周Constellation 他们这个CEO 在他的业绩公布以后呢 他发表了一条新闻 他说未来的大马 十年将是大马行业 也对于Constellation这个Corona啤酒 和很多葡萄酒的跨行业的龙头来讲 是一个死无惊有的机会 所以我们看到 Cocola也愿意和Alora Pharmaceutical合作 在加拿大推出第一款可乐性 饮加强性的功能性饮料 也可能是像朋友一样的一般的饮料 因为CPD它本身具有镇静 康奋还有这个缓冲 各种各样的睡帮助 睡眠等各种各样款的这个功能 所以同志人一下子就疯狂了 就觉得这个未来这个CPD市场不应用 不仅仅应用场景 我用一个中国大陆 比较现在流行的一个四个字 叫应用场景 它的战场是非常非常巨大的 所以我也想顺便介绍给自己老王卖瓜 自买自夸一下 中文投资网CIX 我们上周推出了一个火麻酒 那让投资者非常兴奋 因为我们中国人 我非常自豪的是说人多 然后有钱人多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现象 很重要的一个现象 所以我们中文投资网的股价也上升的不错 而且我们会成为这个 希望能够成为中国未来 中国大麻行业的一个领头军 我们并不是想做这个 让大家抽了以后 威靡不振的那个THC 而是想做让大家觉得非常具有能量 像那种CPD 所以现在投资这个大麻 这些股票都是处于巨大的牛市 所以大家如果想详细的了解 整个大麻的这个行业的发展 欢迎大家今天获得第二个 No.2的奖品 就是我的正理 就是CPD30支大麻龙头股的这个名单 是有中英文对照的 是你投资大麻的必须 我的微信号是WARRENWARRENWARRENWANG2018 也欢迎大家立刻索取这个书呢 这些电话是800958-8561 800958-8561 谢谢 在贵公司在用大麻的成分来做成的这个酒 我觉得要有那个味道 要有那个功效 里面大麻成分一定要到多少的percentage 那这个是你们如何拿捏的呀 我们在中国是火麻 其实并不是大麻 火麻跟大麻有什么不同 火麻的话是hemp hemp的话它是 就是举个例子就像猫和您家的猫和老虎是一个 老虎是猫科 对但是就是我把这个大麻称为老虎 hemp作为猫 很温顺 它没有任何处处 我们在Costco 这个hemp的话在全世界都是合法的 像我们这次火麻推出来的话 是根据中国巴马唐寿村全球第四大唐寿村 叫广西巴马的老人们的习惯 他们那个唐寿村总共有77个村民 平均年龄都要超过90 或者好像唐寿的有几位老人105岁的很多 那么通过科学研究发现他们喜欢饮酒 他们喜欢吃火麻糕火麻鱼 这是他们的经常的 因为当地广西云南地区经常出那种hemp 所以这是他们长寿的一大秘诀 所以我们推出这个火麻酒 预计在Christmas诞生的时候 我觉得就是一款养生酒 其中有rife 玉米样造的一个酒 所以其实它就是一个味道 非常类似酒 但是它不含酒精 而且是一个养生酒 所以它hemp的话 我们在Costco 或者在任何的supermarket都可以买到 比如说16块钱或者6块钱买一个hemp oil 那你可以烧菜 它比olive oil更健康 早上如果你在你的麦片里放点一些hemp 那你就可能长寿 长寿 非常长寿 所以对身体健康非常好 那么marijuana或者这个CBD 它们是大麻 那么大麻的话 它有两个元素 一个是THC 一个是CBD 欢迎大家听听我们的姐妹公司 Chinese handbill的CEO 这个Nina 来跟大家讲 我想是每周四下午7点钟 对吧 预告一下 预告一下 那这个单元呢 已经从上个礼拜四七点钟开始播出了 我们旧金山湾区的朋友们对这个产品啊 养生保健品呢 非常反应的热烈 那在本周四还继续请大家锁住矽谷华人电台 来养生保健的单元 仔细听听Nina讲解的 这个用CBD oil所做的一些养生保健品 对大家身体的功效 希望大家收听 这个也是这个互相cross promotion 希望好事情多多告诉大家 OK 看麻的东西也讲了 Artificial Intelligence的名单 还有如果您想要达到 其实您目标设得高 哦一亿美元 如果但是你如果得了一千万 也自己也很高兴了嘛 对吧 目标总是要设得高一点的 长期投资要达到致富的这个境界 是比较容易的 那么这个呢 也请Warren来告诉我们 在最近纽约 在纽约的这个华尔街附近 所成立的这个新的institution 如何提供投资人教育的机会 这是又是一个另外的话题 叫做散户第一金 那么刚才讲到大马股 很多朋友投资朋友说 Warren你给我三十支股票 你怎么选股的 那么去年的话 我们选出了一支 让大家一页支付的股票 叫做CVSI 从一茂三分钱涨到了九块钱 到今天为止也在五块钱左右 如果你当时投资一万的话 现在都有五十万美金 如果当时投资十万的话 都是五百万 那Warren我要你说 你是怎么发现这支股票 正是因为我们对大马行业的了解 以及和他们公司的一个合作 使我们发现了这一次最牛的股票 所以大家想更多的 知道这个整个大马的行业的话 我相信呢 更多做更进一步的这个投资的话 那么欢迎订阅我们散户第一金 我们散户第一金咨询热线 1800958-8561 那么你订阅产户第一金的话 我们就会送给你散户 这个大马三十字股票 以及亿万财富不失梦的书 我再说一遍 我们的热信电话是 800958-8561 Warren王2018 是我的微信号 是这样 呀太好了 第三个季度的业绩 马上就要开始报告了 大家我的分析师呢 对于第三季度的业绩的评价 还是蛮高的 所以Forward Looking的PE值 现在达到了16.84 距离危险线的18 还有一段距离 看样子 如果大家谨慎的投资 在第四季度来投资股市 还是有机会 可以逮到一些好的股票的 如果大家能够订阅散户第一金呢 来听听看他们这么多的分析师 研究出来的成果 应该是很有益处的 希望大家认为今天的访谈 含金量非常高 把所提供的双重的奖品 还有如何订阅散户第一金 这方面的知识都已经知道了 同时要跟大家宣传一下 就是我们的电视节目 从现在开始 如果大家在您的iPhone 或者是Google的Phone 上面download一个叫做SBTV 它的全名叫做SIMBAC 这个是KTSF跟SIMBAC合作的一个软件 除了旧金山本地是要上KTSF收看 如果说Warren您是在旧金山 或者是travel到纽约 这个是real-time的 只要clickSBTV 就可以看到我们娱乐漫谈 real-time的节目了 这是一个很好的消息吧 对很多人看S6台 是还有一个更好的消息 从明年2019年1月1号开始 娱乐漫谈除了在礼拜六晚上 七点半到八点播出 同时也会在礼拜天的晚上 十点半到十一点半 有一个re-run 所以这个都是送给所有的投资朋友 还有专家们 speaker们 还有观众朋友们一个更大的礼物 双重好消息 这个好消息呢 今天第一次宣布 也是透着这个空中的时间 来跟Warren分享 谢谢你 谢谢谢谢 好 今天的节目到此结束 我再度把Warren的微信号 还有电话号码告诉大家 Warren Wayne W-A-R-R-E-N W-A-N-G 2018 同时电话号码是 1-800-958-8561 谢谢您 Warren 祝您晚安 我们下礼拜再谈 好谢谢 好拜拜 听众朋友 上半场节目结束 进段广告 继续收听 Long on Time Andrew B 和我的谈话 不要走开 马上 狗年行大运 美国上市公司中文投资网 股票代号CIIX旗下 推出最新比特币 和区块链最新网站 www.newcoins168.com www.newcoins168.com 最新比特币和币圈行情 分析师研究 新币介绍精彩信息 加入会员就送 8块8毛8比特币 微信加入WarrenWayne2018 WARRENWANG2018 好消息 兑换房屋的朋友 有最佳的贷款计划 只要现在住的房子 有足够的净值equity 即使手里没有首付 也可以再买自住房 不需要提前卖掉 现在住的房子 有兴趣请找张力 请致电张力408-315-9470 408-315-9470 408-315-9470 查询详情 或电邮至 leadleasingcorp.com 宏伟众医自1993年成立至今 在中国已经有35家分诊所 二十几年来 受到广大患者的一致好评 2007年 宏伟妹妹红霞 来美成立了位于 Sanjose的宏伟 Medical Group 汇集了多名高素质的针灸师 脊椎整形师 推拿理疗师 组织各种颈尖腰腿痛 欢迎免费咨询 408-436-8055 408-436-8055 如何通过最前卫的家庭自动化和智能家居技术改造您的梦想家园 聆听专业人士的对话 德利亚地产CEO兼法律总顾问 迈克里夫卡 也会为各位提供细股最新的房市动态 10月23号周二晚6-80 Oshman Family GCC Pala Auto 提前预定请致电650-543-8500-543-8500 或电邮至rsvp 此讲座为英文讲座 专会潜在客户准备 解决其他地产经纪人参加 Gugan Max Real 邀请您加入地产贷款团队 Gugan Max Real 在地产和贷款领域双双业绩显赫 专业的培训 帮助您在地产和贷款双丰收 请来一遍408-720-6800 408-720-6800 正统太极拳从战装入门 练好内功装功 才是获得健康和积极的武林秘籍 李光招老师自幼随父 习练太极拳 其父师承杨建侯杨绍侯 得太极拳内功真传 致力于发扬光大造福有缘人 10月20-21号传授无极装功和魂园装功 10月27-28传授开合装功和开合动功 机会难得名额有限 报名请到网站 www.paigilgz.com Rebecca Lim顶尖房屋买卖团队 十多年来以资深的经验 和丰富的房源 五湾区深得客户青睐 Rebecca Lim您房屋买卖的品牌 Rebecca Lim 408-720-6800 408-720-6800 新翼旅行社 Marison Travel 经销各大航空公司机票 United 国泰 华航 长荣 Air China 中国东方 南航 Korean Air 新航 Asiana Airline 应有尽有 不论您是出差 私人旅行 公司航号 新翼Marison Travel 众多机票选择 必定让您满意 另有签证 机场接送 新翼旅行社 一站式服务 满足您旅行高标准需求 408-727-0570 亲爱的听众朋友 欢迎您回到矽谷华人电台 财经天地 现在到了我们贷款和房地产的单元 请到的嘉宾是Lone On Time的负责任 Andrew B Andrew您好 周乐您好 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 十年公债回收率自从在两个礼拜以前就创了三 然后一度达到七年来的高点是三点二六左右 今天是三点二 对稍微 今天算是这两周来相对的 就找到一点平衡点 稍微回来一点 OK 但是还是在三以上 对还是在三以上 这个对于房贷的影响 房贷利息的影响蛮大的吗 对 当然这个 大家都看到近两周来 这个房贷利息基本上涨 而且幅度还蛮大的 大概一个quarter左右 或者是所有的program都涨这么多吗 不一样 有的arm可能稍对相对的少一些了 但主要是fix 因为三十年和十五年fix通常会跟这个十年公债会连的 连接的比较 比较紧一些 比较紧一些 所以的确是受到影响 那现在很明显的感到 这个做重贷的人就比较文之却步一点 对 就是最近这个利息上涨 确实有蛮多的朋友说 就是做refi的可能还要再观望一下 我想这个 现在最主要不光是这个 我们homeowner会担心这个利息涨太高 实际上你看今天最近的股市也实际上对这个上涨利息有蛮大的concern 有的对尤其是在这上个礼拜上个礼拜是一个下跌周 那这个礼拜呢也是跌的不多 可是也受到利息上涨的影响 对而让投资人比较紧张 对因为这个不光是我们个人借款 实际上公司现在你看每个公司的balance sheet上恐怕都有大批的借款 那么这个利息上升会直接影响到他们的这个earning earning report 对所以这个会影响到第四季度的earning report 更多过第三季度 对而且我们看美国实际上主要经济有一大部分靠消费 消费包括汽车啊包括这个其他的一些用品 那么这个汽车贷款和这个credit card的利息根据上涨的话 基本上马上影响 对影响直接影响到消费市场 那对于房贷的朋友除了mortgage payment会增加之外 还有他能够qualify这个loan的能力也直接受到影响 对可能就是对房市多少会有些影响吗 因为毕竟这个你利息上涨的话很多buyer 你这个房价刚刚好可以买到 刚刚可以买到你现在利息一高的话 他可能就会不得不要再付更多down payment 或者说就没办法qualify 我看到这个在股市里面啊 有builder的ETF 一共有两个银行都是有出不同components的builder的ETF 现在都已经到熊市中间 我看了以后我没有仔细的研究 我在想这个情况这个builder直接影响的就是新屋 新屋的动向也是一个房地产未来趋势的指标啊 对没有错 但是呢我今天也听到一个比较positive thinking的人去想嘛 他就想说当这个利息上涨的时候呢 有可能会让房市呢 就是说让很多owner occupied的人会受益一些 因为本身当利息上涨的时候 对很多investors来讲他们就会退出房市去了 有可能因为本身你利息上涨 那么他跟rental的比例啊 这个就可能不大make sense去投资了嘛 所以蛮多的这个investors有可能会退出去了 这个趋势也是我们投资的朋友 还有要有刚性需求的买方值得我们注意 对对对对 而且这样这个情况也会让卖方 他比较觉得要务实一点 他如果真的要卖房子的话 他真的想要放到一个fair market price 就是买方愿意负担的这个价钱 对确实是那我想呢未来的利息来讲呢 应该说我觉得还是有在下降回落一点就可能了 因为本身当这个经济受影响的话 那么这个股市下跌慢慢就有可能利息就会稳定下来 嗯啊本身呢对这个联储局的这个他们未来的货币政策也可能受到影响 有可能现在有人猜测12月份搞不好不加息了 哇有可能 可是我上一次在决定9月份要加息的那一天 我还看到报道说现在觉得12月份会加息的percentage是86.4 对但是现在又降低 对我想联储局是完全是根据这个随时的 他不会对他不会说是预期按照他这个原计划 他一定是加息看加息的前一天或前一周的这个当时的状况来定嘛 这种气氛的要酝酿最好早一点酝酿 否则如果大家都有high expectation要加息 他突然不加说不定投资人会更害怕 对没错现在这个市场这个上下波动完全有很多这种情绪化的这种波动嘛 就是说这个上涨也好下落就飘忽不定的感觉 有的时候也确实这个会造成投资人的很很大的这种损失啊 是如果一个大企业他里面的长期的债务大 他现在的interest升高对他公司的revenue就会增加了他付贷款的这个花销 这个对他的earning实在是没有好处 在第四季度的业绩那现在的估计呢是说sp500的forward looking的earning是16.24倍 距离18这个警戒线还有一段距离 所以大家是预测股市在第四季度还是会做可以值得乐观的一个预测 对那不知道房地产会怎么样这个我们在下半段来讨论一下 所以现在如果是一屋换屋的人他要买一栋房子他可以要买 但是他自己的这栋房子如何安排他的金钱方面能够让他达成可以先买后卖的这个成绩 那在贷款方面有没有任何比较妥善安排的方法 我想虽然最近的利息稍微上涨 实际上在这个贷款guide line或贷款program方面还是蛮多的 就说不光是这个我们traditional的这种food document查收入的 那么像其他的种这个不查收入的或者说bridge loan啊这些 现在还是蛮easy可以带到 而且利息呢比之前应该还低一些 因为这些为什么呢 还会低一些 这些像不是nonconventional这种东西呢 他实际上不是跟market走的 他实际上是看这个啊需根据需求的这个这个变化来定的 他不是按照这个trading就是这个公债啊这些security trading的这个这个价钱来走 他是看这个比如这个啊现在如果市场对harmoney的这个需求很大 这个harmoney就是高利贷 你可以那么理解啊但是现在我觉得更准确的是说不是通过所谓的这种security trading在wallstreet trading 而是更像一种private money就是个人呢或者说单独一个机构啊或者这种贷款的机构来做的贷款 不见得是高利贷了 因为本身当这个像现在这个市场资金很多的情况下 很多实际上这种harmoney或private loan的利息现在比以前是降低的蛮多的 像我们现在jumble loan的30年不差收入的有可能做到5.875 5.875 对就是完全不差收入的 不差收入的这种 哦这个跟好几年前比起来一点都不高 对这个harmoney通常的这种大家的感觉是在八九十个percent with a point 对对对对 这个应该叫高利贷 对 但是我想现在我们蛮多的不查收program实际上的利息还不算很高了 below6这应该还是蛮reasonable 就是说很多朋友还是可以去负担能带到的 嗯嗯 OK好 所以说买房子要先买到但是可以借一个hard money的 哦你可以这个在贵公司loan on time也办不到 对我们可以做eitherharmoney就是private loan啊 我这个private loan这个har money好像不太好听 感觉是或者呢说bridge loan就是说你先买到过度的一个loan 然后你拿下来呢再把这个旧的房子卖掉 然后再把这个loan再refinance 这样子private money或者是bridge loan 所以它的时间大概就是比较短 大概从六个月开始三个月六个月 对就是大概六个月到一年嘛 这个是interest only 通常也是付本金的 但是那个到差别不大了 对对反正打算是要短期用的 对对 那就至少这个expenditure可以估计的出来 对没有错 我想确实蛮多的换屋的朋友还是需要这种贷款了 因为本身现在这种市场你很难做到说先卖再去买 这个因为这个中间的很大的cost在里面 当你这个卖掉以后你买不到新屋的时候你要临时再去住 这个搬家就要搬两次嘛 所以你这个中间的这个麻烦还是蛮大的 如果说朋友们现在还是打算把自己屋子里面的净值拿出来用 那现在这种cash out的financy还值得做吗 现在cash out还是值得做了 因为几种情况嘛 第一个就是说home equity line因为现在利息比较高嘛 因为利息在涨嘛 所以如果说你这个钱要比较长期用的情况下 你就不适合再去做home equity line 那很多朋友就把这home equity line和这个first zone combine在一起 这样的话就会把这个钱呢fix到一个比较低的利息 那么home equity line比较make sense呢 就是说如果说你只是留在手上作为一个emergency的fond 就是应对这些突发的这些需要的时候还是可以的 或者说短期的比如一两个月啊 你比如正在装修房子啊 或者说准备这个flip房子啊或者这样子的话情况下还是值得用home equity line去做 诶 Andrew那如果手上有一个line of credit还蛮大的 那自己又要换屋 换屋的时候是否可以用line of credit里面的钱去买 因为也可以啊 可以啊可以啊那是你自己的钱嘛 你是对那就是要make sure找一个好的loan consultant算一算 这个钱会不会造成自己买屋子的时候buying power 哎对就唯一的你要计算就是这个额外的payment会不会影响到你的新的贷款 现在的贷款大概的dti是要多少 dti这个正常的贷款呢还是在43嘛 但是一不小心就会超过43 对现在特别你有什么car lease啊 或者说这种student loan啊或者credit card的这个这个balance啊都可能会把这个dti拉高嘛 是那么现在呢很多时候啊你有这个exception嘛 比如说你的这个i-side比较多啊 那么像有的bank我知道最多可以接收到超过60个percent 都有可能会带到 比如说现在贷款机构呢他们更着重于说这个 去用common sense去underride这个这个loan这个risk程度 美国人的underride的common sense跟我们中国人一样不一样 现在来讲会比较接近比较接近 就是说看你的equity啊看你的工作啊看你的信用啊这些 因为我觉得倒不是说像这个08年以前那种闭着眼贷款那种状况 现在就是说就是说多数make exception就是说lower这个requirement还是比较合情合理的 就是说如果你的equity足够多down payment足够多或者你的信用啊你的这工作啊asset啊这些能够compensate 这些factor的话那么还是对这个市场来讲也还是这一个正面的一个东西 所以了这个贷款和房地产永远脱不了干系对息息相关的我们今天访问的嘉宾他是long on time 的负责人 andrew b同时他们的公司也有房地产还有全面的财务规划的一个部门 所以是金融方面的一条龙的公司要找到andrew他的电话号码是4087818898 大家也可以编辑短讯到4087818 不管您是购买新屋还是重新贷款long on time 都会为您精心挑选最适合您的贷款计划 用我们最诚恳和细致的服务帮您实现家的梦想 请去点888-220-6680或上网longontime.com 矽谷华人电台各项节目 除了在svcmedia.net网站重复收信以外我们的节目也放在facebook youtube以及新浪微博中您只要搜寻svc media或是矽谷华人传播公司就可以找到我们的精彩节目内容 让您随时随地都可以享受svc svc maxroll coopertino 以超过十年的专业诚信 欲满弯曲众多银行最佳利率 direct lender in-house funding maxroll有高素质的经纪人团队贷款地产并重 一站式服务 maxroll有经验丰富的long process team 和real estate coordinator 帮您顺利co-steal maxroll有超强的管理团队 提供系统培训和一对一指导 欢迎加入maxroll coopertino 请下vila王408 307 5056 408 307 5056 GMCC万通贷款 direct lender 专金大额贷款 ead h1信用不满两年都可以做大额贷款 首付只需百分之十九家分公司 为您快速服务 请登陆gmccloan.com查询利率 GMCC成真贷款经济 每周提供专业培训及一对一辅导 招聘经济及培训热线 650-996-1982 996-1982 Dental Mortgage Capital Corp Equal Lander BRE No.0150-09029 NMLS No.254895 GMCC万通贷款 计划多 直接放款速度快 利息好 现推出大额贷款新项目 453,000以上至600万 可14天完成 可用公司配股 RSU做收入 DTI 47% 信用分数680 10%投款 外国人身份 信用不到两年一可 南北加州9家分公司 承招贷款顾问 一对一培训 650-996-1982 或电邮info at gmccloan.com 不管您是购买新屋 还是重新贷款 Long On Time 都会为您精心挑选 最适合您的贷款计划 用我们最诚恳和细致的服务 帮您实现家的梦想 请致电888-220-6680 或上网longontime.com Frank Liu利用独到的交易技巧 在具有挑战性的市场中 销售价再创新高 Cupertino标价180万 成交240万 Sanivel标价230万 成交290万 同时目前Frank Liu积极开发大数据分析 打造人工智慧的地产先知信息 对接世界买家与卖家的交易平台 请致电408-313-2688 408-828-0600 邮箱Frank Liu1268 at gmail.com 脸上有暗疮 青春痘 凹凸凸怎么办 凭着信心走入Bofor Day Spa美容中心 让您把烦恼留下美丽带回家 Bofor Day Spa皮肤烦恼的终结者 完美肌肤的剔造者 20年丰富的经验是您不二的选择 县镇特价优惠中 第一次体验只需68元 Bofor Day Spa地址 4314 Moorpore Avenue San Jose 2018-2009一直到2011 那个时候的金融方面的灾难 对于房地产啊股市方面来讲 比现在要折腾的多 所以现在只是要提醒大家 自己该做什么还是要做 要安排好的也要安排 那这个呢是有包括在房地产 还有贷款还要让自己有 可以临时有emergency要用到的钱 都要先把它准备好 对对没有错 好那我们就把下半场 来集中火力讲一讲房地产的市场 对房地产我想这个大家都可能觉得 了近期房地产市场 感觉是好像有点slow down 就是很多地方的房子会在market 在很久还没有卖掉 我又听说在最近两三个礼拜 multiple offer多了的现象又出现了 我觉得还是看地区了 因为有些房子卖不掉呢 我想跟他的地区啊 跟他这个标价有很多关系 因为地产市场就这样子 就是说我们湾区虽然都是不大的一个地方 但每个county每个这个区域啊 实际上都有他一个value在里面 就是这个这个区域的这个value 房价能涨到什么地方 完全跟住在当地这些buyer的状况 他们的收入状况 他们的职业状况 有很大的关联 有一定之规 对就是说有些地区 比如最近有一个south state的房子 这个区呢 他这个房子single family标到3.2 320万 320万 一直卖不掉 quiet house 他是这个2012年买200万买的嘛 现在当然 没有年前 哎对这个增幅来在有些地区是还是可以卖得到了 但这个地区来讲实际上就没有超过300万的buyer在那边 当然我们跟那边聊天 你没有可能卖掉 因为这个地区来讲 300万的buyer是不会到这个地区去买的 所以你今天不能按照整个市场的增幅去计算你这个房价 所以现在我觉得更多的这个弯曲市场应该说是一个属于一个correction嘛 也就是说每个地区的房价根据buyer的状况做一个调整 那有些地方涨得过快的地方 他自然会回落一些 但有些地区呢 这个buyer buying power 或者这个需求很强的地方可能还会持续这种multiple offer 像您刚才提到这个有些地区还是会出现了 嗯 所以还是看location 对我觉得还是看location 嗯 那如果有卖方 他的确是有必要现在要把房子拿出来卖 那现在呢10月11月12月也慢慢进入了太阳出来的比较晚 晚上黑天的时间比较早 必须有的时候天气阴阴阴阴阴阴阴的 有时候又下雨 对我们的房子的保养方面又要特别注意哪些事情 对我想这个这个弯曲来虽然天气很好啊 就是这一年来平均气候都不错 但实际上大家在这个房屋maintain在维护上 还是要需要注意很多的事情 因为你不注意的时候呢 很多毛病就会积累下来 变得你到最后要花很多的这个成本去维修 嗯 那么我觉得我们这边来讲 房子通常遇到最大问题就是water leaking 嗯 Leaking的最主要会造成一个是mold嘛 一个是这个termine的problem 是 对特别是雨季发生前往下 你不喜欢他他就是要来 对因为这个不光影响到你的房屋value 或者你要花时间去修 更主要是对这个健康还是有很大的这个影响嘛 嗯 所以雨季到来之前呢 大家最主要检查一下这个屋顶啊 然后啊 把gutter啊就全部清一下 不要让gutter down spot 对 这些都要去重新清理一下 是 那么一旦当这个房屋出现漏水之后呢 比如说有些时候 比如说就是小孩子这个马桶堵了 这个水流出来了 你还是要仔细看一下 因为现在湾区的很多房子结构呢 它这个sheetwork实际上之后是能干了 但是如果 这个moisture太高的情况下 有可能会产生mold 或者这个这个 发霉 发霉的这种问题 所以有的时候呢 当你漏水之后呢 你可能一个是要自己想办法 能够尽快的烘干一下 嗯 或者不行有专门的这个contractor 做这方面事情 就是说它去会让你这个周边尽快 就是把它干燥起来 嗯 不会产生这个更多的问题 嗯 这样子 对对对 另外一个这个我们房屋 通常遇到了很多问题呢 比如像water heater啊 furnace啊 这些可能会 这是比较大笔的维修啊 或者说更换这个东西嘛 那么像water heater来讲 大家一定要注意 特别是你买旧的房子 一定要知道这个water heater 这个已经多少年了 嗯 这个什么关系呢 因为通常来讲water heater呢 如果漏水情况它是没办法修的 哦 所以一般你只能换嘛 嗯 一般的water heater这个寿命都是六到十年左右 就要换 这么短呢 就要换了 如果是还好也要换吗 呃 不见得了 但是你要monitor嘛 因为有一个最大问题 我看到很多这种事情发生 就是一旦water heater漏水的时候 如果很多water heater的底下没有那种托盘 哎 哎 没有去导引那个漏水的那个那个管道的情况下 会这个造成很大的损失 哦呀 有的时候你不在家突然这个water heater就漏水了 哇好惨啊 对啊这个就会对你房屋的这个结构啊各个方面会造成很大的影响 嗯 并且有一些房子他都把furnace还有water heater放到edic上面 对通常furnace会放到edic上 furnace会 对对 water heater很少 很少 那还好那个太危险了 对那太危险了 所以就说你当搬进一个新的房子 你一定要把furnace啊这个water heater这些大的东西 你知道它的寿命有多久 嗯 然后仔细检查一下它这个安装啊或者这个防范措施是不是足够 是 嗯这样就会避免一些大的损失嘛 所以其实在自己买房子新房或者是existing home 嗯负责任的realtor都会给我们一个简单的homeowner maintenance 的item 对 并且买个房子也会说 对就说 对但是你总是不希望这个真正的事情发生 你总是希望能够 自己homeowner maintenance item自己要看一看 对这个很多buyer是忽略了这些问题嘛 不去看 他就说自己太忙 并且有地方小小漏水都会造成自己的water bill很高 对啊这个就是说你可能小事情不注意慢慢积累成一个比较大的这个事情了 嗯啊另外一个大家要注意就是你的这个风道的furnace 每六个月一定要换六个月要换一次 六个月要换一次 对啊这个我看到很多房子那个当你搬进去发现非常非常好脏 对就是说这个对健康来讲也是一个非常大的影响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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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这些我想基础发展应该蛮多的型号 可能你就是要看一下说明书啊对他的这个要求啊 现在有很多都是插的这个power outlet上面 那这样拔掉他就不会想了吗 呃拔掉就不会工作了嘛 哦那情愿不要想 哦你还是要让他工作了 因为他万一出了这个事情你还是要有警报出来嘛 是那他放在屋顶上不可能有一个plug在屋顶上 呃现在多数房子还没有 就是他现在还传统还是用那种九幅的电池嘛 嗯那么确实有很多煤电情况就嗶嗶嗶 而且那个那个嗶嗶嗶的是非常尖的那种 啊那种猫狗听到都躲起来躲得远远的 不过安德鲁您在这一方面是very handy 并且knowledge很足的 我想这个弯曲很多工程师应该在这方面 所以比较容易去做了 都可以handle 对啊对啊就是说你还是要花些时间去想到这些问题 其实我们以一个买方来说 我们买到一个房子也是蛮挑剔的 就是觉得以前的owner一看这个房子的样子 就知道他有好好的保养自己的这种大的major appliances 我们也愿意买 没有错这个您说的就是说这个房屋保养来讲呢 这个对你future value还是有蛮大的影响的 特别是你现在去看很多房子 你可以感觉到了你进去以后 有些房子虽然装修非常平平淡淡的 但你就觉得这个房子非常的well kept 对就是有些房子虽然感觉很华丽 但是总觉得有些地方不舒服 是要信任自己的感觉 对 就像是一个人每一个人男男女女都穿起来衣服 你看不出来什么 可是内行人就觉得这个人是很注意自己的健康很注意健身很注意自己的影响 还是会感觉出来的 对 房子更是这样 对没有错 房子像像您讲的 就是说有的时候你不是说小麦的时候 我想突然一下打扮一下就能够把 回老人的 对对对 没有错 并且Property Inspection Roof Inspection Terminal Inspection Report一出来 嗯就像照X光一样的 通通都知道了 在贷款以及在房地产的方面 您有任何的需求 请致电Andrew B 他一定会给您作为一个非常诚实 并且非常中肯的一个Advice的 好的要联络到Andrew 请打电话或者是文字短讯到408-781-8898 781-8898 或者是写email到Andrew at longontime.com 非常谢谢你 好 谢谢大家 听众朋友今天晚上节目结束 感谢您的收听 祝您有一个美好的夜晚 我们明晚 您是否还在为脸上有雀斑 老人斑 荷尔蒙斑 晒斑而烦恼 不用做什么 只凭着信心走入Bofor Day Spa美容中心 各种最新美容激光仪器 绝对能够帮到您Bofor Day Spa 帮您科学去斑 还您美丽自信的人生 现正特价优惠活动中 彼此区斑体验只需199元 Bofor Day Spa的地址 4314 Moor Park Avenue CHA 约电话 408-861-0886 408-861-0886 以上言论纯属嘉宾之意见 不代表矽谷华人电台 财经天地及主持人的提察 今晚矽谷华人传播公司 为您制作的节目到此结束 谢谢您的收听 晚安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 走方来到 aan ARgeld 放置 倒放关 水 Reach 圣